啊 这该不会是个女粉吧 穿的这么凉快 真能多吗 等等 我去 他上一把经历了啥 投火枪都不在了 保护回来了一个一击包 唉 看看他这仓库 有点难搞啊 猛的一看 枪有一大把 但仔细一看 没啥好用的 连改妹都没的 唉 算了 我决定了 就用他这把金色的MP5 我以前抽到的直接卖了 今天刚好试一下 手感咋样 买了点子弹和药 他的存款就见地儿了 专门留了一万家 留着买相片 唉 咋复活到这里了 不过后面有个复活点 可以过去钢一本 试一下这把枪的手感 哎哟 来了 大餐 太嚣张了 直接上来了 服了 去打我头上了 修个头都花了我两万六 还是卖了点东西才够的 不过装备都没丢 再来 我本来想直接下地铁的 但左边山头有个人 打起来了 过去瞅瞅 还铁毛呢 试试我这刺水枪 换个位置 再来一次 再换 小样 被以为换了身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刺吧 服了 这把枪也太难用了 还掉了 掉的好 每次用它 总是被打头 而且它这穿的太凉快了 容易挨打 所以要穿厚点 这样就能赚了 你看 这穿的厚点 服务点都不一样了 服务到这里 那基本是必赚的 没人能逼我更快 直接辐射区开箱 两个粉光 先拿上 蓝图又一张 抽水钩里 再看一下 哇 双黄蛋 赶紧 先存保险线 主楼又出了一篮两粉 听见没 又来人了 先在这里等会 听枪声 应该是在老六房那边 这时候从我右边 又过去了一个脚步 肯定是过去偷袭的 不出意外的话 刚才那个人肯定没了 听见枪声没 那家伙肯定没了 他铁门包肯定会来煮喽 所以 嘿嘿嘿 在这等他一会儿 听见脚步了 要过来了 直接冲我过来 那就对不住了 5G甲 5G猫 应该是刚没三六的那个 编白屋还行 就是粉光比较多 他运气不咋地啊 看我给你开把金枪 我去 钢铁没靠 终于有把植物器了 然后又连开了几个 基本全是粉光 金条都没出一根 不过出了张黑卡 还是有机会出大把这弯呢 又来个双黄蛋 这就很nice啊 再去把黑门开了 这把的黑门不咋地 这把总估值4.4M 本机收益370万 先把东西卖了 看看值多少 好英雄车 早有十根金条 还有大把这弯 好家伙 原来他仓库里刚才有六根金条 早说呢 我刚才为了买子弹 还是卖装备换的 哎呦我去 先把我占的东西给卖了 现在存款260万 加上我的四根金条 也有个300多万来 但是把他的金枪给掉了 现在值武器也有了 就再来一把 啊 就向前就吻了 直接去辅射区 哎 我去 小伙子不戴耳机的吗 这是弄仨的 他屋下掉了 楼下有个脚步 怪不得 他在这卡人呢 这家伙也不知道走没走 所以我封了个眼 他下来时候被溜了 先排排点 咦 这里好像有个盒子 还有300的发搞包 先拿着 附近没动静 那个人好像已经跑了 那就直接辅射区 听见枪声没 有个盆子在主楼 而且在南边 那就可以直接过起来 呀 来得真好 哦啦 去看看掉啥了 六头六包 妈 还有一根金条 看这小子的保眼线 没少存东西啊 估计是出大把只玩了 这一波 赚了200多万 楼下又逛了一圈 这楼里的箱子 基本全被开完了 我又去外面赚了一圈 可惜了 文件柜没出黑卡 不过还行 又整的有900万 现在估值3.8m 再回来把这个六头给拿上 最后凑了枕 刚好4m 这把手赚310万 东西一卖 现在存款已经500万了 而且它的12个金条里面 还有我占的六根 也就是帮它占了600多万的存款 行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